歡迎收看1600股民開獎 股民的疑難雜症 老師來開獎 我是明居 台積電今天公布了 第三季營收超飆 外資空單會不會 因此大幅度的認錯呢 神山下個禮拜要開法說會的 有沒有機會股價過1080的前高 不過盤面上面今天 有點詭異 大型股強 但是熱門股 漲跌互健 不過最猛的還是CPO CPO超級瘋的 上全聯軍今天又創高了 但重達創威好震 到底該怎麼選呢 世俊三招來交戰 我們歡迎飛機師翁世俊 世俊好 明居午安 大家午安 另外台積電老AI今天挑大樑 扛起了國慶日之前 台飛股市的動能 也讓台股又再度的 把這港股給超車了 有沒有機會 劍指兩萬三千點大關呢 但量不夠怎麼化解 而大股票需要先揮棒 鴻海董事長劉洋偉說 GP200需求非常的瘋狂 今天一度破了兩百塊錢大關 能夠站得穩嗎 要轉牆了嗎 我們請問杰帥老師 杰帥好 明居好 全國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好 這市區民要放假放一天而已 禮拜五要開盤 但在今天之前 有沒有機會看到台北股市 先放國慶煙火 好像有一點點味道 因為大型股都動了喔 好 大盤今天呢 這個是開高走低 但尾盤的漲勢修練沒有關係 法人有買最重要 今天的外資又油賣轉買了 買了133億元 投信連五買自行上升 零二賣而外資的空單 今天小幅度的回補 依然在四萬口左右 但是有補就是好事 明天過後會不會補得更用力呢 因為台股店營收真的好棒棒喔 我想問一下 市區我們看一下你的看法喔 今天大盤呢 這個指數 早盤大漲 一度要來挑戰兩萬三 感覺氣圖很明顯 但是呢量沒有出來 今天指數呢 是開高走低流的上影線 尾盤過後呢 台股店公布營收 九月營收 月增0.4% 年增39.6% 第三季營收猜測的高標是達成了 我想問市區呢 今天台股股市的表現呢 從今天開始來看 會不會由大型股來漲多頭大旗 但熱門的CPO跟設備股 好像走勢不太一樣 一個續牆一個轉弱了嗎 怎麼樣做觀察 好 那目前來看 大型股有接棒的味道 因為這兩天就是漲台積電 跟這個鴻海 那反而下跌的加速是相當多 對 下跌加速比上漲加速多 今天 對 那就是說整個市場的主流 好像全資股有點發動 再來就只有剩下CPO 像中概股也 這兩天也拉回了 因為路股也不強 然後像這個設備股 今天很多 台積電法術還沒開之前 今天就已經先中間落馬 對 所以就要再觀察一下 那大盤的話我覺得 因為外資的空單還壓在這裡 它現在有四萬口 每次四萬口都會跌 對耶 每次四萬口就會有不好的事情 從這個七月初這邊就四萬口嘛 對 然後這邊也四萬口 對不對 然後這邊也四萬口 好 然後再來 那其實四萬口看起來還沒跌 對 這四萬口從這邊開始嘛 對啊 看起來還沒跌 然後跌一兩天而已 那我們就先看 四萬口的話就是說代表說外資 只要拉高它就空單就佈在那兒 可能不知道未來有什麼利空 那至少說還好它現貨是今天有轉買 對 所以還好 如果說同項就比較危險 假如說現貨轉大賣 然後期貨空單又增加 那比較危險 如果是現貨買超 然後期貨空單壓在那 那我覺得還好 就是有一點可能到兩萬三千高 有一點壓盤 那不至於會跌 那我們就再持續做觀察 希望它的空單趕快補一補啦 如果補到 趕快補到三萬 三萬多口甚至以下 那我覺得對行情會比較有利 好 下個禮拜三要結算了啦 就看外資動作 好 那再來看說 今天當然大家關注台積電 九月營收 相當亮眼嘛 2518億 月增0.4% 年增39% 也就是說是歷史次高 那就是用美元計價的財測 其實已經超標啦 那就看下禮拜 台積電法說的第四季展望 然後公布出來的財報 那我覺得展望比較重要 以往看台積電法說是這樣 展望大於它的財報的數字 就看它對AI 半導體 甚至消費型電子有什麼看法 當然就會影響到說 下禮拜可能就是影響到 第四季整個電子股的行情 好 那台股的話 目前我覺得還是 2萬2到2萬3區間 目前的話沒什麼 沒有什麼太大的波動 你看這個指數其實滿年的 最近都滿年的 就是說你要挑什麼股票 那目前來看就只剩下 矽光值我覺得目前還是最強的 好 那我們就想一下 怎麼樣去操作它比較好 然後矽光值真的是 你越不敢買它就越漲給你看 市場想放空它它就繼續的軋空 不過今天看起來高價矽光值有人創高 但有一些轉強的矽光值呢 其實震盪的幅度也很大 我們怎麼樣來做 如果說你是不同屬性的投資人 你就想買矽光值 可能勇者會去買啦 但是比較膽子小的人 要怎麼樣來參與矽光值的行情呢 好 勇者的話 就是買這個股價 你創新高的啊 比如說上泉啊 光環啊 然後如果說你想要做短一點 衝 衝熱 你可以挑眷子比增加 比如說創威 連光通 我們家再來看K線 空軍豆腐的 對 比較保守的 你就挑這個法輪剛買的 比如說星通 聯軍 訊星K 我們在挑K線 來讓大家做個教學 那我覺得它是有一點在輪動 之前先漲就是第一波的主流 就是像是聯軍 聯亞嘛 然後輪漲到算是低價的 像是創威啊 就看這個印太 甚至連地基都在漲 現在好像又要輪回到原本的主流 像最近上權 對不對 它在轉強 聯軍對不對 這都是第一波主流 好 我們先來看 屢創新高的 3363的上權 對 這個就是剛創新高 而且一路往上攻的 這個你就要好好掌握 因為整理很久之後往上攻 我們就要找看這種股票 比如說再來看這個 3234的光環 這叫做股價剛創高 而且屢創新高 我覺得光環我們之前連線也有講過 那時候沒漲 對 沒漲 就說可能位置比較低 對 位置比較低 最近就真的補漲 而且是每天都紅K創高 轉強 法人也沒有買 這就是補漲 而且近期股價屢創新高 這種的話你就保一個原則 就是有五日線 就是盡量去做 勇敢去做布局 這個就算是最強的 目前就最強了 然後再來看卷資比增加 就是說已經漲過一波了 然後用軋空的 它不是剛創高 它是已經漲過一波 比如說6530的創威 這個是漲過一波完之後整理一下再漲第二波 這個你看從35塊漲到89塊 這個其實沒什麼敢追 但是也不容易跌 因為它的卷資比是一直往上高 我昨天看是21%吧 然後再來看4903的連光通 好 連光通接是一架數 這就更扯了 這你說它跟細光子有什麼關係嗎 有個光 對 可能有個光子 沾到一點邊而已 可能就還沒有發展CPU 但也長成這樣了 就再離譜了 這就是短打 短打 剛衝 這卷資比已經37% 你不要去放空它 放空它逃不到什麼便宜 不要控它 KK 你說前一顆KK的低點沒有破 或是爆大量的低點沒有破 盡量就是拉回短衝 那你不要說爆長 因為已經短線長太多 但像我這種膽子小 可能質感滿有法人的 對 膽子小就看法人 剛誤許了 比如說我們看這個3025的信通 信通 對 3025的信通 是人幫他追蹤到的 對 這個之前跟大家講的時候 會在這邊嘛 最近也是往上衝 今天爆大量耶 對 今天爆大量 但短線短人休息一下 但我覺得 比如說昨天紅K二分之一沒有破 所以就都可以持續去做布局 因為這個我看是外資剛買 然後再來看這個3450的聯軍 這也是剛轉強 公告營收相當好 哇 今天又創新高 那這個就是第一波的主流 所以可能會輪回到第一波 對 輪回到第一波的主流 我們就看第一波就是什麼聯軍 然後上全嘛 對不對 然後再來看一檔就是 6451的訊星KY 好 洪將軍裡面位置低的 這位階很低嘛 那這個 這就是 這就是真的位階很低 法人剛佈局 這我覺得可以多留意 好 那我們從K線做觀察 這信通的部分呢 其實今天有公佈了 這個獲利數字 表現非常的不錯 那法術會講的內容 也說下半年會比上半年更好 那市軍認為什麼 這檔個股 你認為外資才剛買 還是可以留意 對 外資才剛買 那公告它的8月獲利 因為漲太多 通常常外桌股票都會公佈自己 然後8月是賺0.25嘛 看起來還好 那年增1000多% 年增1000多% 特別請大家留意 因為我看一下7、8、9月 它8月營收是7、8、9月裡面最少的 對 所以它9月 可能字節會更可怕 9月跟7月會比這更高 對 所以公佈起來可能是 第三季可能是今年最好的 所以你簡單這樣看 簡單這樣看 對 因為它9月營收也是年月雙增 但是它說下半年會更好 對 下半年會更好 所以第四季也不差 對 第四季一定更好 所以它股價這樣漲下來 其實有道理 以這個網通股來看 它算是獲利營收相當好的 所以我覺得今天爆量流上一些 也不用太緊張 搞不好震一震之後 這邊看起來也很可怕 還不是隔天檔力滿過高 洗一洗之後搞不好再攻高 好 那現在檔個股 是這個位置比較低的 訊星KY 對 訊星KY 就要跟大家稍微講一下 對外資開始買 這個就是 它其實很早 它在十幾年前就已經去 去布局這個光收發模組了 所以它是正統的CPO族群 它有掌握像你看 博通大丹 它也是紅海集團 而且有個副爸吧 其實是好事情 最近紅海也滿強的吧 所以它很早就布局CPO 這個矽光子的先進封裝 所以800G的產品 已經通過驗證了 所以它是真正有做矽光子 並不是說很多股票 都只有沾光而已 那這檔的話 而且位階 這個真的是有夠無敵低 它跟這個剛剛那檔信通一樣 九月營收也是年月雙真 所以營收來看是沒什麼問題 那股價的話剛好 全部均線都在這 五日 十日 月季線 今天剛好站上去 雖然收一點黑K 爆量 那我覺得如果說都在均線之上 底部打完 攻過前高 我覺得就有機會轉強 因為目前還是一個整理的階段 那如果說攻過前高 就有機會轉強 好 就是說你可以先守株待兔等它啦 CPU還沒走完 信訊有機會落後補漲 這個 好 那今天很多設備股都跌 我們今天抓了一檔設備股 就是645的易發 今天反而是漲 我們先看大戶持股 大戶持股是上禮拜是大幅的增加 然後最近才出來 最近股價其實表現很強 因為每天都紅K 每天紅K代表說都是 不管是開高開低 基本上都收相對高 所以就代表說有人在關注 好 那我們先觀察說 它其實間接也算是打入台積電 日月光的供應鏈 它本來就有打入日月光細品風車大廠 然後也供貨給萬潤 那萬潤就是台積電供應鏈嘛 所以題材來說是相當豐富 那股價的話 剛剛突破了所有均線 非常有機會去挑戰前高 前高的話位置還滿遠的 我們看一下這個 好 我們看一下6425的易發 6425 來 對 股價你看 這是有機會去挑戰前高 它是有標股基因嘛 是耶 而且量已經過當時高點的 量有出來 所以你要去供錢高 我覺得是非常有機會的 好 那這個視訊給大家 包含CPU跟設備股股的觀察 那這個明天放假一天啦 禮拜五的行情怎麼看呢 好 禮拜五行情 當然就是看一下美股的表現 那希望表現得不錯啦 那外資如果空站 還是EI呢 還是提防一下 好 那我覺得最近可能就是 你個股操作 因為漲勢是相當的集中 像我昨天有跟大家 對 都講CPU啦 我昨天才跟大家講說 昨天的EI選股 它選到了3363的上全 今天早上又衝到快漲停板 所以你的短線操作 你也不用說報場 做短 賺個一兩天 我覺得都OK 對 然後今天的EI選股選了什麼 一樣免費提供給大家 放在這個掃描這個QR Code 相機掃描 或是你在你的Line打這個 小老鼠打WNG88 我們不只有EI選股 每天早上還會寫早報 跟這個直播 都放在右上角的記事本 歡迎大家索取 好 那提醒大家 如果對世俊老師剛才所講的內容 任何疑問的話 都可以透過我們的聯絡方式 跟老師來請教 老師有空會跟大家做互動 還要解答你的問題囉 關聯一下 這鴻海今天也動了 劉安偉董事長說 GP200需求真的很瘋狂啊 鴻海今天碰到200塊了 大家都很期待 200塊會不會變成地板價呢 但什麼時候站得穩很重要 我們請問結算 休息一下 鎖地1600國民開講 歡迎回到1600國民開講 大盤今天這個在廉價之前想攻 但有一點點攻擊不夠力 留了上影線 那怎麼樣來觀察 會不會國慶日之後呢 大盤能夠重拾動能的再向上衝 並且今天有個好訊息是 我們台股又再度的超車港股了 也算我想問我們從K線技術來做觀察 大盤這一波上攻了 不過今天有一點點 留了上影線 我們怎麼樣來做壓力測試 一個是說 之前大盤上下跳空的時候 這個缺口的量是比現在量還要大的 這是今天大盤攻不過去的主要原因嗎 好 謝謝明君喔 首先我們先來看一下今天大盤最後 這個中場的一個表現是小漲了47點 其實蠻可惜的 因為今天大盤盤中 曾經一度大漲274點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 他留了很長的這個上影線 當然剛剛明君所講的這個缺口的問題 我覺得是其中一個部分的一個 技術線型的一個問題之外 最重要的是明天是什麼日子 明天是10月10號 是我們中華民國第113年的生日 在這邊祝福我們中華民國生日快樂之外 當然明天的10月10號 我們的總統會發表一些言論 因為這些言論內容不知道怎麼樣 我們也不曉得 所以很多人我相信在今天 因為遇到這個國慶日的一個假期 總統可能會發表一些言論 會相對比較保守一點 相對比較保守一點的話 大家會做什麼動作 當然就是先把股票賣掉 然後等國慶日過後再來操作 我覺得這很有關係 所以今天留這個上影線 到底有要緊嗎 國慶日之後到底會怎麼表現 我個人認為這個國慶日放完假之後 各位請放心 相信我一路的他會走到年底 就是走多頭 為什麼我這樣說 各位你可以看到 今天雖然小漲47點 但是我請問明君一件事就好 他有沒有在所有的均線之上 當然還是有 對不對 五日均線嘛 然後這個是季線 這月線 通通都站上了嘛 再來請明君告訴我 那個MACD 現在是黃金交叉還是死亡交叉 黃金交叉 沒有錯嘛 這些都是偏多的一個技術指標 所以我一直告訴大家 其實大盤現在根本就沒有問題 大家不要在那邊自己腦補 在那邊胡思亂想 那當然最重要的還是要選對股票 什麼叫選對股票 其實同志朋友 你們在操作股票的時候 你們一定要注意兩件事情 這兩件事情是每一個股民 都最想要做到的事情 第一件事情就是要 你要買得很放心嘛 你擋股票你要買進去買得很放心 你一定要有一些依據 而不是靠感覺來猜測 那第二件事情買完股票之後 最重要的當然是第二件事情 要抱得很安心 如果一檔股票老是讓你七上八下 老是讓你會胡思亂想 然後你動不動 可能就會覺得就是說 這檔股票不穩 然後換來換去的話 你是賺不到錢的 那怎麼樣去選到 能夠讓你買得放心 又抱得安心的股票呢 這裡提供兩個方法給大家 第一個方法 你要買得很放心的股票 它必須是多方趨勢的股票 沒錯吧 因為我相信大部分的股民 都還是喜歡做多 所以要做多股票 第一個前提就是 你必須要判定這支股票 它是一個多方趨勢 那怎麼判定 當然不是說我覺得 我覺得什麼股票現在是多方趨勢 不能這樣子 沒辦法拼感覺 對 所以我們要有一個明確的依據 就是MACD黃金交叉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直接了當地 確認這檔股票它是多方趨勢 那要怎麼樣才能夠抱得很安心呢 很簡單 我們都知道股票是人在買的 人在操作的 絕對不是什麼動物 貓 狗 老伍是在操作的 既然是人在操作 一檔股票要漲 一定要有人買 有人買之後它才會漲 漲完之後會有更多人關注 關注之後就會有更多人買 所有的腰股或標股都這樣產生的 因為越拱越高 很多人越來越多人買 我舉個例子來說 台積電只要每天漲個3% 我跟你講漲個10天之後 我跟你講你也受不了會跳進去買 就是這個邏輯 沒錯吧 所以在MACD黃金交叉 第一根K棒的時候 其實就是最佳的進場點位 那我們要怎麼樣掌握到這個第一時間 其實我們不可能每天 都去檢查每一支股票 所以我們要用工具 來幫我們快速的找股票 所以人工智慧運算的方式 是在結合技術分析的邏輯 我認為是現在選股最快速 最有效率的方法 它可以讓我們急速掌握到 強勢標股 而且底部期展 我們就可以馬上進場 在股票市場裡面 很多股民最喜歡講一句早知道 譬如說早知道 我在180以下我就買上全 各位你有沒有機會早知道 其實看我的節目 你真的會早知道 我們先來講三支股票 今天的第一支 還是繼續跟大家分享上全 簡直真的要拍拍手 要歡呼了 為什麼 因為上全這支股票 各位你去看一下9月30號 股民開獎的節目當中 我是當著全國觀眾面前 告訴大家178塊 是非常非常理想的買點 各位 這是當著全國觀眾朋友面前 對啊 因為前一天大黑K 大家一定信心不足 沒有錯 但是在這一天 我斬釘截鐵的告訴大家 這是絕佳的一個買點 為什麼會這樣說 我們來看一下 當時這檔股票 它是在9月下旬的時候 黃金交叉 MACD黃金交叉 而且這根K棒其實就可以進場 然後他接著最近有表現 就最近是連續這五天 他簡直是用噴的噴上去 那我為什麼會在這一天提醒大家 你看喔 你仔細看明君 來9月20號的時候 是不是在趨勢翻多情況之下 他的價格 178.5 這已經很明確了 我們回到上一頁可以看到 這一天是不是來到178 請問178比較便宜 還是178.5比較便宜 沒有錯 而且趨勢在多方 所以那一天我非常賣力 非常用力的 告訴大家 178是非常棒的買點 結果咧 昨天漲林板 前天漲林板 開始有分析次跟在我後面 開始在講 今天又創高 開始在講上權 今天又有更多分析次在講上權 就是這樣 但是全國第一個預告的 其實就是我 就是在這一天 178塊的時候我公開預告 現在他真的變得邀股了 已經漲43%了 那當時除了我在節目上 跟大家斬釘截鐵的告知 178可以買之外 同時我們也在我們Light的 這個祭祀本裡面 9月26號跟大家分享 我說了 我們所有分享的股票 都是事前預告 你只要交我Light 你真的可以早知道 譬如說像今天 你如果想要早知道說 雙十節國慶之後 到底有哪些股票的佈局 剛剛明君廣告中的時間 我相信你有去看 我們今天又幫大家找出了兩支股票 剛剛的廣告時間 請明君告訴大家 你看到了什麼樣的一個股票 跟大家分享一下 如果是跟我一樣膽子曉得 他都是未接低的 但題材好像剛發動 一個三十幾塊一個一百出頭 沒有錯 所以我們今天的兩支股票 投資朋友 一支大概在一百塊左右 一支在三十幾塊左右 那小資組可以考慮 來佈局這三十幾塊的股票 那麼你資金不會比較大的 或者是你喜歡做一百塊以上 高價股的投資朋友 可以參考一下 這一百塊左右的股票 這些都很有可能 在雙十國慶假期之後 會有表現的股票 你今天去看了 你禮拜五 你就可以做佈局 那怎麼看到呢 很簡單的掃描QR Code 你就可以看到這些股票 我完全沒蓋盤 就像當初的上全 除了這個我公開的預告之外 在股民開講 也事先提醒 大概一七八四號買點之外 其實我們都有事先預告 事後做驗證 那接著我們再來講第二支股票 現在第二支股票大家都注意 這支股票叫環宇KY4991 這支股票各位有沒有發現到 它自從MACD黃金交叉時候 最近非常有表現 十月份 是不是開始飆了 對不對 那最佳的進場點位 當然是在九月 這個中下旬的時候 這一根K棒 你看到MACD黃金交叉時候 馬上進場 那這一段 你是不是一定看得到也賺得到 就算這裡沒有買 這一根K棒一定要買 為什麼 因為它是一個很標準的 突破整理平台的K棒 這就是我教大家的方法 當你看到 有這種K棒出現的時候 你一定要注意 就代表有人大量在買進 這一種K棒 都是最佳的進場時間點 那當然今天 它是因為可能長假的關係 不是長假 是國慶假期的關係 它可能有一點點小賣壓 但是這個小賣壓 根本就無關緊要 因為它還是穩穩的 站在五日均線之上 如果你問我說 這一檔股票現在可不可以買 我告訴大家 絕對可以買 因為它現在在五日均線之上 我們只要防守好五日均線 基本上你買進去之後 你就可以安心的報勞 那我們看一下AI怎麼說 AI它真正的翻多時間點 是在9月18號39塊6 而且在昨天 各位 AI竟然出現了一個 所謂的一個加碼 訊號在51塊 那當然這支股票 我認為它後面還大有可為 因為趨勢還是在多方 所以我們在昨天10月8號的時候 就趕緊跟大家來分享這檔股票 這檔股票4991這檔股票 昨天才講的 今天特別在告訴大家說 這支股票還有很大的補漲空間 請大家可以密切的注意 最後來講這支股票 我之前跟大家不知道講了幾百遍 洪海2317 這支股票我說了 如果你是那種想要穩健操作 而且資金不會比較大的 投資朋友的話 我覺得這支股票 它真的是可以長期佈局 因為第一個它是權重股 它是權重股 而且這支股票 它的基本面非常的好 到第四季的行情結束之後 也就是今年的所謂的12月31號 我講過了 之前我就告訴大家 200塊根本就絕對可以很輕鬆的看到 甚至於到第四季 12月31號的時候 我告訴大家 搞不好還可以看到250塊以上 所以年底會到250 12月31號 你記得我今天所講的話 真的還假的 所以有資金的投資朋友 你真的如果要穩健操作的話 這支股票你可以好好的 真的參考一下 現在才200塊左右 今天說199 所以老師你認為200塊不是壓力 真的不是壓力 當然 因為它穩穩的站在五日均線之上 而且現在這個趨勢還是在多方 當然我們也有跟大家預告 像這個9月16號它翻多的時候 以及10月4號 它出現加碼訊號的時間點是194塊 我們就趕緊在10月4號的時候 趕緊跟大家來事先的做預告跟分享 所有的股票 我們都是事先預告 如果你想要比股民開獎 早一點知道我所分享這些股票的話 其實你可以現在就掃描QR Code 直接叫我Light 看到今天我們幫大家 所選出來的兩支股票 一支大概100塊左右 一支30幾塊左右 除此之外 在我們Light記事本裡面 還有很多重要的資訊 像這個早上9點半 你問我說大盤現在怎麼走 我剛剛已經講得很清楚了 大盤到年底就是一路看多 而且昨天我甚至於講 如果你遇到大盤大跌超過250點以上的時候 你就要勇敢的大買 這是第四季行情 第四季行情是台北股市最亮麗的一季 所以在遇到大跌超過250點以上的時候 投資朋友只要記住一件事情 去選擇MACD黃金交叉股票 給他用力買下去就對了 那大盤就是沒問題 現在是多方架構 至於到了下午3點半 我說過了 各位親愛的投資朋友 你今天看股民開獎 我相信你要的 並不是這些資訊而已 你要的應該是實戰操作 任何一支股票 如果你想要實戰操作 最重要是什麼 買一點跟賣一點 那有關於我今天所分享這三支股票的買點跟賣點 其實在我今天的直播教學影片當中 都很詳細的一個說明 畢竟我們這個股民開獎時間大概只有10分鐘讓我講 我沒有辦法講到教學這一塊 所以這個教學的部分 我都留在我的個人的一個直播教學影片當中 那各位你可以去每天長期的追蹤 那今天所選出來兩支股票 一支100塊左右 一支30幾塊 一定要去看 至於怎麼看到這兩支股票 有兩個方法 第一個方法 首先掃描這個QR Code 大概5到10秒鐘的時間你就可以找到我 第二個方法 透過我的ID 去搜尋小老鼠A957 這個A957很好記 會有錢 小老鼠A957 那找到我之後 最重要的事情 並不是跟我say hello 不用 不用跟我打招呼 也不用傳一些可愛的貼圖給我 最重要的事情 是要趕快輸入數字 888 三個數字 打三個數字 888 Enter進去之後 在一秒鐘的時間 我就會把我今天所錄製的網路直播教學影片 一秒鐘的時間 直接傳送到各位你們私人手機的LINE裡面 你們完全不需要花時間找 只要按888 這個手指頭動一動 然後Enter進去之後 馬上可以看到我今天的影片 所以記得加LINE按888 索取教學網址 另外在今天的記事本裡面 我說了 今天已經幫大家找出兩支股票 我每天都費盡的苦心 用盡的心思 幫大家找出一些好股票 目的就是希望能夠幫助大家賺錢 那在今天記事本裡面有兩支股票 請大家一定要去看一下 一支一百塊左右 一支大概三十幾塊 三十幾塊附近 低價股高價股都有 那至於人工之後的一個選股教學影片 我今天已經錄製完成了 如果想要索取的直接加LINE 並且回覆88 一秒鐘的時間 就會傳送到各位手機的LINE裡面 歡迎各位踴躍的來加LINE 好囉 感謝老師囉 那下禮拜